嗨,马来西亚福庸神召会经拜堂的牧师传到同工们领袖,弟兄姊妹,还有各位的贵宾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蒙恩,哈利路亚,赞美上帝,感恩 我本身就是一位父亲,也是爷爷,也是牧师 向各位在父亲节问好 我要讲一个很特别的题目 是怎样成为一个赫神心意的父亲 那感恩我们有这个护照或这个责任 在圣经里面怎样靠着他的计划生养众多 但是今天的人呢,众多就不好了 有些是两个三个四个就很多了 感恩啊,以前我们的祖先一声 哇,班达以上的 有些是十多个我也听过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感恩 我们是一位被上帝拣选赐福恩高的父亲 哈利路亚 那在这里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怎样成为赫神心意的父亲 第一点,给儿女父亲的爱 儿女除了要吃,要上学,要睡觉 我们给他们什么 当然这都是爱 但是除了这些的照顾 基本上的照顾 我们也要给他们很亲切的拥抱 亲切的那种的一些的亲吻 肉体上的撒羊撒羊接触啊 这种的爱实在是感动的 所以在创世纪 Genesis 37章第三节 那以色列原来爱越士 过于爱他的种子 因为越士是他年老生的 他给越士做了一件财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以色列怎样爱越士 爱到他给他最漂亮的一件衣服 那同样的我们一生中 我们常常都给孩子最好的 有些人说是我们的命根啊 你不懂啊 吃心瓜 就是这样的意思 吃心瓜哦 所以很多做爸爸妈妈的 特别是做父亲的 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 在外面要干活 都是为了糊口 对不对 也是要赚到一些 足够我们孩子可以零用的 用到一些学费的 可能一些生活费的 将来还要上学 大学的 甚至他们的那些 将来要结婚的 我们也偷偷把它收起来了 所以你看父母亲 特别是爸爸 辛苦不辛苦 辛苦 我们给我们做爸爸的一个 很亲切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感谢主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呢 不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 要养育他们 在圣经里面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行动上 特别东方人 一起做东方人 东方人通常是 爱你在心头口难开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突破 我们要像圣经所说的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 儿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的永生 神爱世人 不是爱在他 在天堂爱我们 他派了耶稣来 在两千年前 为我们所有的失败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羞辱 我们所做错的 耶稣变成了一个代价 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耶稣为我们 每一个男人 不义的 做错事情的 他代替我们受伤 受刑罚 被杀死在十字架上 他流出的宝血 能够洗净我们 所有的污秽 所以天下的男人 我们太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是真正做到好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 都是有一些亏欠神的 甚至很亏欠神的 又得罪天 又得罪人 又常常伤害自己 所以我告诉你 以前有一个弟兄 来我的聚会的时候 一直恳嗽 我在祷告的时候 上帝叫我看他的口袋 我一看他口袋的时候 有一个包相言 我说brother 如果你要得医治 就算现在你好了 你再有这包香烟 虽然香很香 但是这个烟会毒死你 拿掉好不好 他说OK 因为他要好 他咳嗽 我还怕都碰到我 感谢主 一祷告他舒服了 过了几个月半年 我再回去那个地方脚道 他一口袋就跑出来了 这个时候 他的香烟 也仍然是同个牌子 又放在口袋 我说brother 有死 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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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偷笑了 他又拿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好爸爸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学习上帝怎样爱我们 我们怎样爱我们的家人 哈利路亚 第二就是要给儿女指导和方向 真言书22章第六节 我们不只是要给他们吃饱 洗得好好 晚上睡得好好 我们要给他们人生的指导和方向 孩子就像一根草有时候 哎呀 我们就是要学习给他们成长 施肥 给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的 而且我们要给他知道 你有方向 上帝给你一项 上帝计划给你这样 全部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 所以我们帮助儿女 晓得要往那个方向走 那是我们很大的责任 约翰福音14章第六节说什么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接着他 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 所以我们就是要给他 回到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这是我们常常会流泪 有时候偷偷地祷告 有时候会担心祷告 有时候会很开心地祷告 无论你是尽时不尽时祷告 都是为了他的钱 所以第三点 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 要成为儿女的朋友 做他们的good friend and best friend 我们知道孩子在小的时候 你怎样给他 他都吃了 你给他怎样抱 他都给你抱了 你给他带路 他都给你牵着手了 一到少年的时候 很多家长都说 头疼啊 头疼啊 因为他很懂得说话 想话 想话 做话 所以他就是会闯祸 在闯祸的时候 谁是他的知心朋友 谁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朋友 可以讲秘密的 哎呀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有时做父亲的 没有时间聆听孩子的秘密 聆听孩子的那种苦衷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可以这样 不要成为他们的一个陌生人 所以你发现我们年纪越大 做父亲的 你会觉得有一点悲哀 在你拼搏的年轻的时代 把孩子丢给太太 太太就成为他们的高逆者 什么都恐怖给妈妈知道 反正爸爸不知道 而且爸爸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天塌下来了 所以很多爸爸一听到的时候 火爆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不要这样 趁着你还年轻的 父亲 记得 世界的工是做不完的 钱也是赚不完的 但是孩子 才有几个 知己神的 珍惜我们的孩子 所以耶利米苏 耶利米苏说什么呢 耶利米苏说 第三章第四节 从今以后 你岂不向我呼叫说 我父啊 你是我幼年的恩主 恩主 所以真言书 二十二章第六节 再补充一下 教养孩童 使他当走 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刚才我们已经念了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当行的路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我相信 我小的时候 我很感恩 因为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外公 在195多年 因为美国宣教士 在吉伦坡的医院 个人不到 我外公新主了 所以外婆 就从我小的时候 就带我常常去主日学 就是因为主日学的那段时间 把我整个人生 生命的根基打好了 所以到老 我怎样都会想起我的上帝 想起爱我的耶稣 阿们 所以给孩子有机会 多多听圣经的历史 多多听神的话 这是非常好 所以记得 他不只是我们幼年的恩主 我们少年的恩主 我们青年 中年 到我们老年 到最后一天 他都是我们的恩主 我们要成为我们孩子的好朋友 第四 要学习给儿女高谴和安慰 帖上罗尼加前书第二章十一节 说什么呢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签勉你们 安慰你们 祝福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所以我们怎样签勉你们 安慰你们 祝福你们个人 这是我们看到 使徒他们保罗 他们这些门徒 怎样圈导教会 圈导弟兄姊妹 带我们像儿女一般的这种心 这种心 所以我们也要向孩子发出来 为什么 因为孩子做错事的时候 走错方向的时候 我们有责任去纠正他 而且不能够纵容宠坏他 所以在就业圣经 你发现就业上帝 就业的上帝 特别是允许父母亲可以鞭打孩子 但是这种鞭打的管教的方式 一定要在神的爱里面 而且在这个过程 我们要帮助儿女 错在哪里 不只是鞭打而已 要给她知道 我爱你 随时成为他们的安慰 而且儿女 除了受管教之外 他们需要被鼓励的 不只是遇到挫折 遇到失望的时候 都能够得到我们做父亲 给他们的安慰 和肯定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孩子需要父亲的肯定 我们要多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话语 给孩子肯定 你发现这样的鼓励 非常有用 而且经过神术 他们会学得好 做得好 这样来更好 阿们 第五 我们来看 给儿女正确的教育 或者是养育 以佛所书第六章第四节 给儿女正确的养育 以佛所书第六章第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惕 养育他们 所以不要去惹孩子的气 不要用一些很不好的话 我们自己都受不了的话 去刺激他们 希望他们被刺激之后会进步 像我们小的时候 以前的父母亲 可能就是没有多少 像我们这一代 可以常常去教会 所以他们的话是很尖锐的 一针见血 千万不要 今天的孩子很聪明的 小小就已经上网看手机了 上电脑了 所以你不用讲太严厉 他们知道的 他们是需要 像我们的耶稣说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节 说什么呢 要拿好东西给儿女 好东西给儿女 不只要吃的有营养 第二要注意他们的健康 特别是手机不可以玩到天亮 要很注意 他们跟谁出去 我们都要有一只眼 盯着他 做他的保镖 第三 儿女的基本的教育 我们要给他们最好的 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我们给我自己的孩子 我们无论多辛苦 多平行心 我们吃少一点 我们用简单一点 我开的车是挺老的一点 都是要给孩子读到最好的 这就是我们做爸爸的一颗心 就是上帝怎样爱世人的心 第四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让我们的孩子 被上帝找到 也让他们看到上帝 这是非常重要 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们最大的愿望 不是只是孩子 有房子 有车子 有妻子 有孩子 有孙子 我们要他们有上帝 成为上帝的子子 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儿女是耶华所赐的产业 儿女是耶华所赐的产业 是上帝给父母的一份礼物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记得我们做爸爸的 实在很伟大 我要功课 每一个做父亲的 每一位弟兄 你们辛苦了 你们真的是辛苦劳苦了 神要特别祝福你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地度祷告 特别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那些的安哥 我要纪念你的劳苦 在这里我们要告诉你好消息 上帝爱你 上帝知道你所流出的眼泪 所流出的汗水 上帝纪念 上帝把我们流的眼泪放在他的皮带里面 这位上帝是何等慈爱的神 他真的是把我们的劳苦都记在他的心头里面 所以你的一生的忠担可以脱下交给上帝 你一生的前面的烦恼可以交给耶稣 如果你要的话 你跟我一起祷告 我讲一句你讲一句 天父上帝 我愿意写下我的忠担 写下我的烦恼 写下我的压力 我承认 我是一个乱弱的人 我常常失败 我常常被伤害 天不上帝 竭尽我的心 医治我的心 赦免我的过分 使到我重新能够做好一个爸爸 重生得救 在耶稣基督的死家 靠着耶稣在死家上 两千年前所流的血 所流出的宝血 我得洗干净 我能够成为一个 在基督里面成为心赵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听我的祷告 阿们 我也祝福那些信耶稣的 做爸爸的 来领受 提起你的手来 天不上帝我把全世界的父亲 都交在你的恩手 主啊 我们都承认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常常是疲倦的 我们常常是 好像时间觉得不够用的 而且这个身体 好像越来越不受我们指挥的 因为年纪大了 主啊 我们在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更要大 我们对主的爱心更要大 我们对神的忠心更要伟大 主啊 祢持守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的灵魂 知道主我们一生不走差 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无论我们的身体的血压 我们身体的那个糖分 我们的胆固存 全部不要超高 也不要超标 主让我们身心灵 靠着主常常喜乐 因为喜乐是抑制的良药 忧伤使顾头顾干 主让每一位聆听这个视频的弟兄 都灵强体壮 常常靠主喜乐 我们被祝福 乃是奉祝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明祈求 阿们 耶稣爱你 拜拜 父亲节快乐 那边 感谢观看